在1536号这边武军 发生一名可预议员企图 通过二辆铁士网 运入某方阶内 各种开始行动 这样的人是具备一定的威胁的 各种注意 可预议员已经发现 这个维修维修主角是东方 慢点慢点 我看这个目状底下 有被撕药的痕迹 现在还不清楚真相 但是从周边脚印看上来看的话 发现并没有人的组织 我是一名辩方军人 树边守防二十年 我骄傲 我骄傲 并未求我们 出国请放心 在周猛交界的边境一线 边防官兵发现通信设施出现了损坏 这是自然环境所致 还是人为破坏的呢 可预议员已经发现 迅速维修主角是东方 巡逻路上 突然出现了可疑人员的踪迹 紧急情况下 边防官兵会如何处置呢 这一天 新疆军区某边防连官兵 正在进行一趟多点位的长途巡逻 过程中却多次出现意外情况 因为连队寝林的塔克什肯口案 是我国和蒙古国之间的重要贸易通道 2011年 中盟两国政府签订协议 确定该口案为常年双边开放性口案 允许中盟两国人员 货物和交通运输工具 通行 入手在这里的塔克什肯连队 常年守护着国门和边境一线 因此也被称为中盟国门卫士 在136号线标普局 发现一名可言议员 企图 通过二道铁丝网 越入某方军类 各组开始行动 一只跟我来 二只跟我来 三只跟我来 这一天 连队官兵接到了紧急命令 一名可言人员 可能破坏铁丝网 实施一些破坏活动 也可能发生一些非法走私 越界行为 据当地通行 一名可言人员 在边境线活动 意图不明 我们在实施围追抓捕的过程当中 可言人员 已经离边境线比较近 如果我们在抓捕的过程当中 收拾过程当中不够快 导致可言人员 即使发现了我们 就可能发生 我们在围追抓捕 堵截的过程当中 可言人员 就有可能 越入 境外 可言人员 已经抵达边境一线的防护地带 如果边防官兵 不及时处置 很可能发生 非法越境事件 紧急情况下 带队干部张强 会如何处置呢 我和警务站 相互互通的情况 然后由我快速 带领 执行人员 到达 警务站 和警务站 一起 乘车 快速到达 然后下山 我们采取徒步收山 使用无人机精准定位 边防官兵和当地警务站联动 借助科技控编手段 很快就发现了可疑人员 执行人员 已经发现 迅速围队主权 是 走步 张强他们很快就锁定了 可疑人员的具体位置 并迅速进行了包抄 这样的人是具备一定的威胁的 如果说我们在抓的过程当中 形成了对抗 他就是要玩命 那我们在抓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玩命 快速地抓住他 好 控制住 好 好 虽然可疑人员进行了激烈反抗 但边防官兵还是迅速控制住了局面 那么这名可疑人员的出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每次我们演练啊 就是针对可能在我们房区要发生的情况 类似于人员啊 非法越界啊 还有深处越界啊 以及啊 外地旅游的人员啊 进入这个区域里面啊 这个实施一些破坏活动 也就是我们在演练的过程当中 针对可能预想到的一些情况 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 我们有针对性的和边境警务站 提高少所啊 和边境警务站的执勤能力 原来 这是边防联和当地公安部门 民兵等联合进行的军警民联合演练 为的就是当出现紧急情况时 各方能迅速联动 共同守护边境安全 因为我们管断长 然后驻地的边境警务站 充分发挥了户边员情况 观察员的作用 发现了情况以后呢 能够及时的这个告知我们扫索 以及通过监控系统 及时报告 我们能够快速有效的实施联动 演练结束后 张强要赶赴下一个点位进行巡查 作为一名守边二十多年的老兵 他深知在巡查时要格外关注的问题 连队守护的边境线很长 而巡逻时 首要巡查的就是沿途的设备设施情况 这里人烟稀少 通信设施极少出现问题 这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驻守边防二十多年 张强有着丰富的排查经验 他们很快就确定了通信线路出问题的方向 通信联的官兵或密集排查 问题可能发生在波尔根河附近 那个地方呢 以国门已经很近了 有可能被不法分子破坏 或者说是为了下一步行动做准备 总之 这个情况我们不能怠慢 我们现在必须马上修复好 不能发生任何隐患 那么张强和通信联的官兵 为何判断问题出在波尔根河附近呢 波尔根河 自东向西 发源于蒙古国 留住我国新疆阿勒泰 波尔根河两旁柳树丛生 但也正是由于植被茂密 视线受阻 张强判断 这一带很容易隐藏不法分子的行踪 所以线路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最大 我慢点慢点 好 为了找出问题 张强决定马上前往波尔根河一带巡逻 此时 河道水位明显下降 露出了河床的淤泥 这使得人可以轻易穿过波尔根河 也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很快张强他们就发现了问题 原来树立在河边的通信杆 发生了倾斜 从现场看 并不像是自然因素所致 会是人为破坏的吗 这边的监控通信被破坏的话 确实会造成很多盲区和隐患 因为现在水比较少 人容易通过 还比较茂盛 人躲上起来 还不容易被发现 那么这会不会是 不法分子破坏的呢 张强他们在周边 并没有发现人的脚印 那么如果不是人为破坏 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我看这个木桩底下 有被撕药的痕迹 从这个撕药的痕迹来看 再加上这片河流 栖息着一种动物 我感觉是 这种动物破坏的可能性 比较大一些 云罗官兵顺藤摩瓜 发现通信线路的破坏者 竟然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河梨 河梨也叫海梨 身长60至70厘米 是世界上濒临灭绝的 水陆两栖哺乳类珍惜动物 有着锋利的牙齿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赶紧修护好通信设备 确保万物一失 不留下任何隐患 事实上 布尔根就是蒙古语 河梨的意思 驻守在这里的官兵 对河梨已经非常熟悉 布尔根河一带 就是河梨活动的地区 这里也是中国最大的 河梨自然保护区 随着近年来 生态环境的改善 生活在这里的河梨 雪豹 盘养等动物的数量 也在增长 我们金根巴萨少所 除了与隔壁沙梦为伴 有时候遇到一些 小动物 其实也很开心 因为感觉这里 和它们一起生活 在这里扎根收扁 相互陪伴 边防官兵 不仅守护着边境安全 还常年开展 保护野生动物的活动 从各个方面 守护着这里的安宁 找到问题后 巡逻官兵 及时修复好了通信线路 并进行了全面排查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又出现了 请 按照任务分工 检修结束 任务给我来 结束给我来 边境一线的铁丝网 有一片区域出现了变形 这会有什么影响呢 严重变形 然后高低也进行了降低 属于不正常的一个情况 因为铁丝网一变形 这个地方的动物 就有可能越界 巡逻官兵第一时间 进行了铁丝网的修复工作 这一块区域 是我们房区唯一 在河道里面 拉扯的一道铁丝网 然后在夏季的时候 因为水涨比较高 基本上 我们利用监控系统 然后水高 就是一道防线 基本上是比较安全 但是每年 我们在秋季的时候 由于水去了以后 芦苇涨的高度 基本上超过我们人的身高 也是一种安全隐患 水去了以后 我们这个铁丝网 容易发生损坏 秋季以后 都会到这边铁丝网 进行认真检修 确保百分之百 不发生一些 安全隐患和问题 好 行了 继续检修铁丝网 尽管河道中的铁丝网 不算太多 但是官兵在秋冬季 巡逻的时候 每次都会认真检查 一到秋天 我们这一块房区 这一块区域 整个都是金颤颤的 又给我们不一样的美 每次我们巡逻到 这一块的时候 心情格外的开心 这一段我们已经检查完了 登车 我们到下一个点位 而这一天 长途巡逻的目的地 位于戈壁深处 张强继续乘车行进 就在上车前 天空出现了一道特别的景观 上面是一群乌鸦 这里怎么这么多 每当我们这边到秋季 河水退潮了以后 乌鸦就到这个 河水干渴的地方 寻找食物 连队守护的边境现场 巡逻沿途 风景不断变坏 很快 车就是到了 人际罕至的 茫茫戈壁上 我们这接下来 快到哪里了 下面我们就要到 我们哨所 最神秘的地方去了 神秘的地方 等会给你一个惊喜 让你意想不到 那么这条巡逻路 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伙伴注意 上山了啊 注意安全 重心往前 我们隔壁滩上 最显眼的 就是这几座大山 远看 是大山包 但是近看 就发现是 岩石 都被风沙启死了 形成了这种 风暴眼 风一吹 就会沙沙作响 可见 这里的风 有多么的狂 原来 张强所说的神秘的地方 就是这里独特的 自然环境 这里的山 常年累月 被自然雕琢 形成了各种 迥异的造型 而张强他们 巡逻的目的地 就在这座山的 山顶上 大家注意安全啊 这座山 远远看起来 是圆形的 很安全 但是近看呢 风把石头 吹成了各种样子 又不是那么好爬 不小心滑了 被尖锐的石头 搓到 也很危险 而我们的目的地 就是在这座山顶上 因为最顶上 树立着我们的界标 我们每一次 在这里巡逻 都要十分小心 中盟133号界标 就树立在这座山的山顶 但每次攀爬的过程 都不那么容易 切个墙 没问题 同志们加油 133号界边快到了 同志们想不想知道 这133号界边有多高吗 快跑 168号 同志们 我们终于到达了 历经一个小时的攀登 巡逻官兵 终于抵达了 这一天的目的地 133号界标 同志们 我们已经到达 133号界标 我方军队 接下来我向任务 说明确 周世博和查密封 对边界的走向 由外界进行观察 和苗进行警戒 然后观察完报告情况以后 迅速向我报告 各种开始认识 站在山顶 眼前就是祖国神圣的戒标 官兵们的自豪感 由然而生 我是一名边防军人 戍边守防 二十年 我骄傲 我自豪 热爱边防 扎根边疆 以上只做一件事 我为祖国守边防 因为有我的 祖国请放心 天外有我在 祖国请放心 下车 进口 返回途中 张强突然让大家都下车 他要做什么事情呢 大家分头找一找红柳汁 好 那我就这边 好 可以可以可以 行动起来 这有一根 朋友们加油啊 今天晚上回去吃烤肉了 红柳烤肉 属于我们金根八十桃 哨所的特色 原来 这一天连队的哨所要会餐 而巡逻回去 刚好经过红柳林 张强决定 带大家捡一些红柳汁回去 用来制作今晚最具特色的美味 红柳大烤串 这片红柳林 是哨所周边的一片绿洲 面积也非常小 虽然面积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但这里夏天绿树成荫 秋天层临近染 景色美不胜收 你看啊 这就是我们的全眼了 你看这边的土字啊 它是比较湿润的 前期啊 这个水源 它是地表水 它是比较多 然后这边你看啊 都是白色的 这是干掉的 这是干掉的 这就是盐碱地 在一些地下水位高 蒸发强烈 或地形低洼的地方 溶解在水中的盐泪 在土壤表层积聚 久而久之 就会影响植物生长 这种地形也被称为盐碱地 其他植物很难在这里生长 唯独红柳这种植物 能在恶劣环境下扎根 来我看一眼啊 非常棒啊 我们今天晚上回去 可以好好地吃一顿烤肉了 走 回上手 哎呦 今天我给你们搞的 茄子水啊 不只是有烤肉 还有新鲜的蔬菜 拿下来 吃上了这个 太棒了 搬上来头 谢谢兄弟 给我留一颗 快快快 给我留一颗 好了好了 这里虽然到处都是盐碱地 很少有植物生存 但是驻守在这里的官兵 就如同红柳一样 深深地扎根在这里 在四季轮回中 守护着边境的安宁